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m ultimate in a new gam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我的方舟生存進化啦 我們今天一樣繼續我們的微晶島的冒險啊 那我們上一集呢 成功的弄了這一隻啊 保姆 npc 非常的好用啊 產出了我們的 吸血蝙蝠二代 吸血蝙蝠二代在哪我看一下啊 在那個上面 我現在還上不去啊 那我無限勾爪拉一下好了 啊這隻不是有留恆度的啦 有留恆度的就是啊這隻 啊這隻我們的吸血蝙蝠二代哦 哎還不錯 啊整體素質上面有所提升啊 然後呢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幹嘛勒 我們今天這一集哦 哦就是呢老頭哦打算就是要抓那個什麼 雪霄 哦因為有觀眾說希望老頭可以抓一隻雪霄哦 但是呢我們今天這一集要抓的雪霄呢 啊又有點不太一樣哦 我們要抓的雪霄呢 是這個 R版的雪霄 哦這個方舟這款遊戲呢 他裡面的恐龍其實還有分 兩種不同形態一種是 Aks形態一種是R形態 哦各位看到這個R有沒有 這個是R形態 那Aks形態跟R形態呢 哦有什麼區別又跟一般的生物有什麼區別呢 哦其實我也不知道 呵呵我只知道顏色上的區別跟能力數值的區別 哦忘了在講廢話 反正呢就是他們每一個形態的這個能力數值會有所不一樣 我印象中R版的 數值好像還好 哦比較強的是Aks版本的 像是Aks的霸王龍啊 哦Aks的阿根廷啊 哦這些初始素質都會比較優秀這樣 啊為什麼我搜尋不到 哎 啊意特隆就收得到啊奇怪阿根廷沒有Aks的哦 啊算不管了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來抓 R版的雪霄啊 我們待會再去抓 哎因為我們呢 今天還要稍微蓋一下我們的建築物哦 有沒有看到我們後面這一棟建築物 好不是這一棟建築物 後面這個二樓 哎老頭今天就是要把二樓蓋起來哦 然後呢老頭私下已經有一個構思了哦 哎所以說待會蓋房子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啊對哈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要來幫恐龍改名啊 啊我上次看到有一個觀眾呢 啊他想要改這個名字我覺得蠻屌的 九三九三八小千世界 吾我不斷一大三千大千世界 這應該是所有的招式吧 啊莫名其妙要把你的名字取這麼長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以後就叫你九仙八 呃九三八 哦九三八是什麼不知道 啊哈哈哈哈 你不要隨便把奇怪的名字套在我身上好嗎 不好意思就人家要你叫這個名字 你就叫這個名字嘛好不好 就不要計較這麼多了 然後呢也有觀眾希望我改這個 極格一龍的名字哦 哎有看到很多人呢都取名什麼 戰鬥機的名稱嘛對不對 我覺得不夠特別 老頭要取這個名字 來給各位看一下 噴射大吉吉 有沒有覺得很帥啊 這蠻符合我的個性的你知道嗎 因為我什麼都要大 就連我的吉吉呢哦也要大所以呢 他就叫做噴射大吉吉 才能符合我的身份嗎對不對 我什麼都要大啊 對啊啊他叫噴射大吉吉他有大吉吉 那我也剛好我也都要大 嗯棒 我覺得這位觀眾非常了解我的心裡在想什麼 我覺得他的個性應該跟我一樣 好啦 那我們先來蓋個二樓哦 那這個R型雪宵呢 我們待會再去抓 啊這個二樓的部分 老頭已經差不多了 有一個構思了 我們接下來來蓋房子吧 Let's go 好的勉強算是把它完成了哦 那該怎麼說呢 哦蓋出來之後感覺好像 並沒有老頭想像中的好看耶 哈哈哈哈 算了反正就先這個樣子吧 哦原本呢哦是打算二樓要繼續添加 但我後來發現光是一樓我這邊就整盾很久了 所以說我們實際蓋的不是二樓 是我們的一樓 我們還在搞一樓二樓還沒搞好 算了不管了 反正就先這樣吧 然後啊對還有這個哦 這我忘記弄了 這個的話 我的想法是說用個螺旋梯上去嗎 那你螺旋梯上去的話 你這邊啊要用一個四乘四的這個牆壁哦 哎這個四乘四的牆壁呢 最好是切齊方塊 不要切齊裡面的 如果是切齊裡面的話 他這個會切齊不到 上面的天花板會切齊不到 這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在想這邊要不要堵 這樣子 這樣子感覺好像好看多了 然後之後 邊邊老頭再做個修飾吧 那這裡的話就是把它堵起來 這邊的話就是把它堵起來 這樣我就不會掉下去了 奇怪為什麼顏色不一樣 啊不是顏色不一樣 是這個光線的關係 哎其實還蠻帥的 這個陰影有做的 微妙微俏的有沒有 OK這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啊我這邊到時候應該會 放個倉庫之類的 就是可以放一些雜物 好路過的時候可以使用這樣 不會這麼的裸空 這樣裸空看起來其實有點怪 哎不過沒有關係啊可以上去就好了 有沒有 這邊的話再弄一個那個 一般的石牆啊這樣就行了 好啦大概先這個樣子 啦我們今天的建築量已經夠多了 我們直接啊馬上去抓我們的雪霄哦 來看一下雪霄的位置啊 雪霄的位置 選一個比較近的耶 等級低的有沒有15級都這麼遠嗎 啊我們這邊有兩隻15級的太棒了 好隨便挑一隻好了 挑一隻雄性的雪霄好了 啊順便來看一下什麼顏色啊 R型的這個雪霄顏色呢 挺特別的就是啊 好到了200多公尺 200多公尺 來這邊看看 是那一隻嗎 什麼顏色還看不太清楚啊 是這一隻耶 怎麼感覺顏色不是那麼好看啊 我以為雪霄都會是白色呢 這看起來是褐色的雪霄 怎麼有點阿根廷巨嬰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阿根廷雪霄是不是啊 先來給你一發 這個旁邊那一隻應該不會弄我吧 KO馴服 哎呦還好 沒咬到哦咬到了 hello 沒關係 你繼續咬你繼續咬 就是這個樣子非常好 非常好 別跑齁 要跑要跑啊 啊慘了 慘了 這個 這個是巡浮成功了嗎 不是阿不是巡浮成功 麻醉了嗎 沒有 有掉到地上了 水啦 哦這邊剛好沒有其他孔 非常棒 哎 帥巴你去哪裡啊 帥巴 你幹嘛啊 下面下面有沒有主動攻擊怪 你這個拍翅膀可不可以不要發動啊 你不要亂拍翅膀啊 大哥 已經很煩啊 不要再惹獅子 知不知道啊 這叫我吃什麼 生羊肉一個 趕快巡浮趕快走 哎呦 哦 這阿根廷雪霄吧 這個顏色怎麼長這個樣子啊 阿板的都長這樣嗎 哈哈哈哈 原來阿板的 都是長這副德性是嗎 OKOK 那我們這隻先把他傳回去 我們去看另外一隻雪霄好了啦 反正既然都來了 兩隻一起抓 哦看到了看到了 那這隻哎 這隻是母的 一公一母十五級 好像不錯呢 哎這隻顏色有一點金黃色哦 這隻有點麻煩就是了 二十隻夠嗎 你就繼續打沒有關係 射快點射快一點 對就這樣子 quickly quickly 射頭 好像沒射到 完了跑掉了 完了跑掉了 你老是飛太遠了啦 啊 在水裡暈倒 你會溺死吧你 算了 哎好像沒有 倒在冰箔上 好這隻也差不多可以了 分射大幾級 okok 啊這隻是公的 哇眼睛藍藍的好漂亮啊 這隻哎 也是眼睛藍藍的好漂亮 我講廢話嗎 有沒有看到 這一隻是公的啊 哎 望遠鏡呢 看到了 哦這隻是母的啦 這隻母的的話 他的 羽毛啊 斑點是金色的 然後這一隻的話 斑點是白色的 哦兩隻其實都不錯看耶 這兩隻如果交配之後 不知道會 長什麼樣子啊 不曉得 好啦反正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覺得我們 下一次再練他們 好了 我覺得現在練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意義啊 私下練就好了好不好 啊他的能力 我覺得大家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也不多說了吧 就是夜市跟補血 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啦 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左下角來訂閱 右下角喜歡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存經話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